蒲友天又出包了 你看看 沒有任何事 你看看 沒有任何事 2019年因為染毒被判刑 前東方神企跟JYJ成員蒲友天 上禮拜又被經紀人爆 外出娛樂開銷全爆公帳 而且金額高得嚇人 更誇張的是 22號韓國前娛樂記者 又在YouTube加碼爆料 蒲友天死性不改 淨私訊粉絲 求完三批 立民爆料者在金龍號的直播指稱 自己雖然不是蒲友天的粉絲 但曾經在蒲友天低潮時 私訊他哥哥請振作 希望藉此為他打氣 沒想到蒲友天突然流語音訊息 表示自己真的很累 邀請女方有空一起喝酒 雖然這名爆料女子 以疫情期間沒地方去為藉口拒絕 但蒲友天卻回憶女網友 要他多帶一個朋友來 甚至可以發生二對一的性關係 爆料者強調自己有LINE對話截圖 可以證明事實 兩年前 胡友天才被爆 和前女友一起吸毒 當時他聲稱 自己絕對沒有從事不法行為 還信誓旦旦放話 有吸毒就退出演藝圈 但檢方對他採證時 他卻為了躲避毛髮檢驗 多次漂髮 做全身脫毛 最後依舊被檢警搜集到證據 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 緩刑兩年 事件過不到一年 胡友天不僅沒終身退出演藝圈 還宣布要重新復出 創立官方粉絲俱樂部 發單曲 辦粉絲見面會 還拍了獨立電影 Only Edge 並在今年二月奪下 拉斯維加斯亞洲電影節 最佳男主角 一切演藝工作 看似蒲友天準備替自己洗白 不過八月初 經濟公司卻在官方IG 公開蒲友天的多條惡行 包括他使用公司卡 進行娛樂及生活花費 甚至高達數千萬 至一億韓元 另外經濟公司CEO 也是他的經紀人 為了幫助蒲友天擺脫負面形象 用個人名義貸款 蒲友天卻污衊CEO貪污 以此表示他已和韓國經濟公司 解除專屬合約 進而與日本一間企劃公司 簽訂合約 讓蒲友天的韓國經濟公司 深感背叛 因而決定把罪行公諸於世 中文 中文 中文把你決定 決定很難 對 吸毒付出後的專訪中 蒲友天犯累道歉 但經過吸毒 甚至挪用公款 上深色場所 再到約炮粉絲 希望多人運動 每一個事件 蒲友天的做法 都處在道德邊緣 也讓人不禁懷疑 蒲友天曾經的道歉 是否真心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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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